R9-290的顯卡 跟R7-260的顯卡 他們平均的Frame在40-35 到35-35 有他們這新的系統 它的Frame的解析度可以到更高 可以到達60 跟NVIDIA清出來的G-SYNC的功能差不多一樣 可剛剛AMD幫我們介紹的專員跟我們講過 它的價錢會比NVIDIA的G-SYNC更便宜 那未來在6個月到4個月 他們會研發這個產品出來給大家使用 好啦 我們這次測試就要到這裡 新的AMD我們有更新的效果跟大家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